澳洲墨尔本的一座监狱 由于不满监狱实施禁烟力 犯人抗争失控演变成了暴动 数百名的犯人 他们是以毛巾或者是T恤来蒙住脸 猛烈的敲打门窗 并且是纵火四处的破坏 澳洲警方派出了大批的镇报警察 严正以待 强调监狱暴动绝不会危害公众安全 监狱里冒出阵阵浓烟 还有人猛烈敲打门窗 位于墨尔本郊外的一所监狱 发生暴动 根据了解有将近三百多名犯人都参与其中 澳洲维多利亚省八成以上的受刑人都是老烟枪 当地政府为了保障监狱员工及受刑人健康 决定实施禁烟令 而这起暴动就发生在实行禁烟令的前夕 当局出动大批警力震报警察赶往现场控制场面 军于外围已被警方封锁 也派出14辆消防车及消防人员前往救火 当局强调监狱部分区域已遭封锁 这起暴动不会危害大众安全 被宣布即使发生暴动也不会影响禁烟令的实施 估论新外民意 估论新外民意